接下来我们会根据这三大方向来分别说明 它是如何实现完全自动装配 以及调整装配和外部化配置的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完全自动装配 那么它第一个我们相关的特性就是这个 autoconfiguration 在我们第二节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讲过关于走向自动装配的一些相关特性 那么这里我想再次回顾一下这么一个相关的特性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代码中 我们看一下inspector survey of configuration 那么这个内我们其实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上上节课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回顾过 那么这里会发现它首先有一些条件装配 这个是我们一定的 并且它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配置的并 或者配置的class 上面会打一个configuration的一个标记 以及它会后续的有一个所谓的外部化配置 我们后续再去讲 那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了 它也有些相关的这个初始化的一个操作 这个初始化会首先定一个相应的servelate 那么这个servelate会定一个它的名字 这个名字会根据它的这个相应的特性来进行启动 当我们这个并成立的时候 后续会把这个并来加以注册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dispatcha survey的configuration 那么就是相当于说是dispatch一个配置 和我们前面那个配置其实有点类似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也有各自每个类似 但我们没有到这么多个条件的一个前缀 因此我们往下面看 在后续的这个里面 它有一个叫做dispatcha survey 也就是我们这个servelate的一个注册的配置 那么就是retoration 然后configuration 这里就是把我们刚前的那个servelate 就是dispatcha survey来进行组装 把它变成一个相应的这个servelate来进行方式 那么有那个地方有点不同的是 这里的实现方式和我们之前是有所区别的 它是采用servelate reach to bin这个方式 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和我们前面的讲的东西 其实也是事成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sprint boot里面 会有这么一个接口 就是所谓的servelate context initializer 这个接口其实和我们的web 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它也是图一种spi的接口 那么当我们的容器启动的时候 会回掉这个接口 你不接要问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web application initializer 在sprint boot里面能不能用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个sprint的那个方式呢 它是不能使用的 之所以让你去看这种东西呢 其实就是告诉你 它两个接口是相同的语义 只不过呢 这个是因为sprint boot 这个呢是用于chain式的servelate里面 请注意一下 我这里的描述 是叫chain式servelate 并不是说所有的servelate都不能用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的sprint boot应用 是可以允许部署到servelate的3.0以上的通开的容器里面的 相当于说我们打完包之后 我们的应用呢是部署到外面 而不是sprint boot的自我驱动 那么也就是说当时呢 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装载的 那么呢和我们前面的这个sprint MVC的这种装配呢 是非常相像的 好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的替换方案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呢 有一个激活我们sprint MVC的组件 那么就通过enableMVC的这个方式 这个替换它的一个注解的方案呢 其实就是webMVC outConfiguration的每个类 我们呢从事件打开 webMVCoutConfiguration的每个类 那么这个类呢 自然也是在我们的所谓的sprint boot里面的这个生成 请注意一下呢我小马哥呢想提一个相关的这个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大家用过sprint boot的1.0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价包包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这个位置呢之前呢它是没有servite这个包名的 所以呢它是这么一个 就是org.sprintfork.boot.outframe.web到这里来 所以当你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里会有一些不太兼容 这个在使用的时候需要你去注意 我的意思是说是sprint boot1.0 EX版本到RX版本里面的一些不兼容 这个包名呢它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全类名是不一样的 请大家来加以区别 好回到我们这个主议题 我们刚才讲我们这个是作为我们的 enablewebMVC的这个替换方案 前面我们讲过呢 enablewebMVC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它会导入我们的一个类 也就是delegationwebconfiguration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呢它这里呢会有一个webMVC condition support这么一个类 那么这个类里面呢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 有很多关于什么比如说 mapping handle和mapping adapter的一个定义 我们再看到我们的webMVC out configuration里面来说明 那么这里我们往下翻 我们会看到了有些类似的一个场景 首先呢它这里呢实现了一个webMVC 自动装配的adapter 那么呢它这里实现了我这个接口 同时呢也实现了另外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它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到它的那个overwrite方法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呢 它可以呢生成一个所谓的这个evo支持 那么呢我们前面没有讲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是关于这个内容调停 或者内容协调 这一块呢我们会在后续的章节的 web内容中呢会详细的去说明 第三次呢就是这里会呢 加一个我们的interval 这个viewreserval 我们前面看到一个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在我们的应用中呢 我们发现呢我们的那个前缀后缀 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因为呢在它那个里面呢是写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它是相应的写死的 那么这里呢就是new那个这么一个对象 之前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呢它这个对象呢 被装在这个这个viewreserval composite这个组合对象里面来了 拿作为它的一环 因此这里呢这个对象呢 它的前缀后缀呢都是个定死的 就是说它不能进行装配 因此在我们的spinboot里面呢 它这里呢说了一名的一些方法 就是说它可以通过这个组件 或者这个类来进行调整 那么呢它允许我们进行调整 我们后续呢会在外部化配置的这一章里面呢 会进行详细的说明 那么这里呢我们只是简单的讲 如何进行它的一个配置关联 后续呢我们会把我们当前的spinmvc这个例子 调整成我们的spinboot这个例子 好我们再去看 那么其他方面呢 这里也会提供个viewreserv的一个想象的方式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组件 那么呢我们看到呢 它这里至少做了一点事情 就是什么呢 它加了一些条件 就是当这个类呢 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呢 去创建这个类 那言外之意就是说 这些类呢 它并不是每次都会创建 而是说它是有条件的去创建 那么呢就会看到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就是说我们的条件相关的装配 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server的容器呢 它也不是说像我们插件那样呢 是通过打滑的方式来进行驱动的 也是通过spinbin的方式去驱动 那么这个bin呢 是要server web servlet factory outconfiguration 我们呢把这个类进行打开 server web 然后呢 这么一个方式 如果你不方便找到呢 可以看这个地方 往上翻 在前面呢 就会有一个这么一个outconfiguration 它进行说明 那么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来 就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server web容器的一个构造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呢 会定义一些这个相应的东西 包括我们这里的一个tomcat servlet 同时呢这里呢 会有个判断 这个类呢 是不是存在 比如说这里呢 其实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那么这里我只是介绍了一种实现方式 关于解体的 然后呢 同cat的主持来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呢 会有不同这个配置呢 来进行这个装配 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工厂 那么呢 创建我们的相应的web容器 那么这里web容器呢 主要是指server容器 好 就是这个三个方面 就是我们今天这里要讲的 完全自动装配的三大组件 那么我会再回顾一下 一个是dispatcher的自动装配 一个是替换web enable MVC 第三个呢 是server容器的一个启动装配 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